我 我 在大學的時候曾經翻譯外國羅曼史 我的偏好非常明確 我一定要伯爵或公爵 他真的找到一個荷蘭的公爵 簡直跟童話故事沒有兩樣 跟他以前看羅曼史沒有兩樣 就是大家穿的是烘烘裙 在水晶吊燈下旋轉跳舞 駕過去才發現他根本就是有空殼 對 來收看今天的姐妹掏心話 那麼首先為您掏心文 是的 這個在各大這個暢銷排行榜的第一名呢 我也是後來透過姐妹掏好友 把我拉到那個第一名 我也是說 你知道現在第一名什麼書嗎 他講的是一個性變態 我說性變態第一名 而且還封起來 其實講的就是一種情色文學 叫葛雷的五十道陰影 他賣了第一名 也就是呢 只花三個月的時間 全球就熱賣了三千萬本 那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少的 不管是可能從這個 鬥寇少女 一直到家庭主婦 甚至呢 大家會覺得他五六十歲 心如止水的女性 都是潛在的觀眾 包括了像是之前呢 你看這個是情色小說 那之前的目光之城四套呢 它花了三年的時間 就全球熱賣了超過 將近快一億一本 所以你知道這個產值到底有多大 甚至因為這樣的現象呢 它還造成一些英文的新字 比如說叫Twihard 就是這個Twilight Zone的死粉 鐵粉 鐵桿粉 那有另外一類呢 叫做Twilight Mom 就是比較媽媽的族群呢 他可能因為也很迷日目光之城 然後各勇其主 有的喜歡那個白白的 有的喜歡那個黑黑的 然後呢 總之不管是葛雷或者是Twilight 其實都有不變的一些小公式 比如說呢 可能呢 他就是一個讓人垂涎不可得 所有女人都愛他 他胃高全皺 有柔軟的金髮 灰色深邃的眼眸 而且只要女主角一咬下嘴唇 他說 不要再咬你的下嘴唇了 你知道那對我有什麼作用嗎 所以呢 女人到底為什麼 有這麼多羅漫的幻想 今天呢 我們就要請這五位專家 來好好聊聊 歡迎各位 太棒了 你有沒有看到 不只是這個 你看有出版社的老闆 有我們的大腦科學 出版社的作家 還有徐老師你混在裡面說 聽說你跟羅曼石有 是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最初一次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你做過其中的工作耶 對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曾經翻譯外國羅曼石 對 外國羅曼石 只要製作單位很辛苦 找找不到 早知道今天 我當時就要把我的作品留下來 應該是林白或攜帶之類的 翻譯過 它一頁寫滿六百字的稿子 才六十塊 但是其實對你來說 應該是一間二顧吧 一邊歡迎一邊自己 也知道 心裡有波濤洶湧嗎 對 有對不對 其實從那時候開始 我以前高中看的 都是中文版 就是出版社出的 是 那時候開始我就會名上 看原文的更 就更 更直接了 對 待會兒直接派的這位 已經在這邊了 他會告訴大家 幾個比較激烈的網站 那當然呢 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葛雷的五十道陰影 既然暢銷之後 掀起這個全球書名的跟風 那英國的家庭計畫協會 人家不是像我們會覺得是洪水猛獸 他是知道這個現象之後 就順應潮流 英國他們架設起網站 販賣各種什麼 情趣道具 遊戲還有情色DVD 為什麼 因為他們希望英國的父親 能夠透過這些DVD或道具 更和諧 然後生更多小孩 所以這是人家老外覺得很自然的方式 那當然今天我們這個 為什麼我會開始想要聊這題 因為我以為我長大以後 羅曼史就不存在了 結果沒想到呢 碰到我們新經典文化的總編輯 美奧 我們在餐廳相遇 是 結果你就說這個很棒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變第一名 你覺得是對女生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是 我是那個 剛剛小子姐的《Twilight Mom》 這個我身邊圈子裡面朋友都知道 我開的出版是 專出純文學的出版書 這個 所以我當 我說我要做一套 跟葛雷一樣的書的時候 大家都嚇壞了 對 因為你一開始叫我推薦的 第一本是 山楂樹 山楂樹 那是其實 純愛的感覺 但是 而且那個 那個純愛 那個男主角會 裸體壓在女主角身上 女主角就以為自己懷孕 事實上他們沒有發生什麼事 還記得 對不對 猜純愛的純愛 但是你看葛雷的時候 我是這樣看的 我們這個年紀了 那些 我們以前 馬上要快轉去看的東西 我現在其實已經不在意了 那裡面的純愛還是一樣純潔 是 還是一樣浪漫 對 一個大學女生 對於一個多金的男子 他可以抗拒 只是因為他發現說 他要的只是他的肉體 這不就是純愛故事嗎 對 所以其實這個純愛 而且當然純愛還有一個 就是包括羅曼史都是喔 他的男主角勢必是專情的 是 是 不花心的 就算他浪蕩 那也是過去 他遇到我 他整個人為我 你知道嗎 請你為我 我覺得這是女人的那種 終極幻想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也讓我想做這個題目 你知道 有一天我就去那個 把我母跟小孩睡嘛 然後我就要找小孩衣服 就只要找到最下面的櫃子 我就要怎麼這麼重 一拉開一抽屜的書 這邊是他的三分之一我帶來了 然後他很熱心的幫我去做了一些 類型的分析 我說拜託你幫個忙 他就用電條 便利貼幫我寫 你看 這本書叫 今年泛桃花 男主角 行男帥哥 為負責而娶女主角 因而愛上女主角 你知道 音錯陽差與男主角發生一夜起 偶像劇 對不對 還有金打的老公 男主角是什麼 集團總裁 跟葛雷的五十道儀一樣 對不對 然後愛上女主角 為了他拯救家中事業 然後女主角是美麗的落難千金 對 一定是這樣子 對 又被拯救了有沒有 換個豪門架 男主角高富帥 你看 他愛上什麼 自小守護的季妹 有沒有 藍色生死戀是不是 對 女主角出出可憐 溫柔婉約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 真的隨便抽一個你看 富貴少東 都要高富帥 家世背景好 跟女主角一見鍾情 好像其實 是不是 我們包括在葛雷裡面 我想要問一下這個 貓野娜娜 你也是暢銷作家 你也是出版人 對 難道我們女性還是願意被 包在這麼傳統的角色裡 就是我希望在小說裡 還是被拯救 願意啊 而且 對啊 而且一定是高富帥的 對 重點是高富帥這件事 還是有它的吸引力 因為我們知道 現實生活中比較難 所以其實回到小說世界裡面 盡情想像也沒什麼不好的 對啊 這就是我們頓入一個虛擬的世界 因為男生在那個線上遊戲 我們就還是繼續很古典的翻羅曼史 有沒有 而且我們最難得的是找到 這個是民國七十五年的版本 是 這個是叫做我心屬於你 你看他的畫 而且要穿那樣子的禮服 對 要穿那樣子的禮服 然後這個時候 然後突然被整個掀起來的感覺 沒有沒有 那那麼露骨喔 我唸給你聽 這已經是最嚴重的一頁了 我們來念一下喔 民國七十五年喔 傑娜看著她健壯赤裸的背 忍不住爬到她背後跪上 雨點四的親吻印在她結實的背上 很快的她的吻變成愛蓮的青 剛剛還問了大家這個字怎麼唸 唸 唸齒類的唸 舒婷突然轉身 於是她的最後一個吻落在她 嚇不跳 傑娜還來不及退縮 她說舒婷已經牢牢涌住她 讓她緊緊貼在自己胸口 這就已經很激動了耶 那不會是我翻的吧 真的嗎 是嗎 妳有印象嗎 妳說民國七十五年嗎 對 我就是在那時候翻了 七十四年上大學嘛 妳有用瓜名嗎 林白 林白主板社 意思是誰啊 妳是不是有筆名 我有本名 我有本名 張麟兒 那不是 我不是 不過我記得那時候 朱板社有交代我 我記得她講得很直白 她說呢 不要用得太… 不要翻得太黃 她跟我這樣說 那我們翻譯的時候 妳剛剛桃子姐翻 這是這個嘛 原文就是長這樣 那個封面就是能夠 看到他們的封面過來 對不對 妳看這幾本 一定都是這樣子 對 對不對 超棒的 然後翻譯的時候會出現什麼 比方說出現Growing這個字 Growing 就是屬西部 喔 長大 長大 對 然後她說那妳怎麼翻 不是Growing 是G-R-O-I-N 屬西部 OK 然後屬西部就不能寫 那妳翻成 我就說馬褲的部位隆起 馬褲是幹嘛 什麼馬褲 可以寫屬西部 可以寫屬西部 應該可以 也不是屬西部吧 我也就是…就是隆起 對 隆起 重點是隆起 因為以前小時候看到 屬西部兩字已經覺得 對… 挺大的禁忌了 對… 可是就是不會寫屬西部 這樣子 就是稍微要隱喻 或含蓄一點 對 這就要請問Wendy老師了 因為男人都已經這樣 一直… 他們就是… 自古以來就愛A片 或一張牌報嘛 圖啊 小圖卡 對不對 最好有特寫 女人是不是自千古以來 我們都已經進步到 現在這種地步了有沒有 很多東西都可以 懸浮預覽啊 用手指什麼 電視什麼 大電視結合什麼 三星 大家還是這麼古典的 這麼愛 是為什麼真的跟我們 大腦構造的 當然啦 其實女人大腦 跟男人大腦 在情慾的這一塊呢 其實有兩個 最大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一個就是 我們通常都知道 我們大腦裡面分為 理性的左腦 和比較感性的右腦 那在中間有個橋樑 我們就稱為偏肢體 女生真的就比較 比較厚 所以比較厚相對來講 她很容易把情緒那一部分呢 把它壓過理性那一部分 所以通常就因為 這樣子的原罪 讓我們會有那樣的行為表現 這是一個健康的女人 這樣 而且呢我可以跟你講 越到年紀越大 你不要認為更年期女人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當... 主婦也有春夢 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明顯 因為在行為學上 第一個他們已經更年期 所以他們不用擔心 懷孕的這種危險性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更重要的就是 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理性那一塊會慢慢萎縮 你知道嗎 情緒那地方就突然蹦出來 因為它不能夠再壓制了 我們情緒那部分 就覺得現在不做 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做呢 可是你把它合理化 可是我們如果 我們把它真的生理化的話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如此 這就是人性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呢 尤其是老先生 你會看到他常常就坐在 那個輪影上面自己玩自己 為什麼 你去哪裡看到的 什麼 現在就在輪影上 很多外傭 然後他們那些老阿嬤就很生氣 就是說你看他都對外傭子 等等這些 他們就推著進來的時候 就自己玩自己啊 這樣 那你就可以理解 其實當我們人的年紀越來越大 理性部分越來越萎縮的時候 很情緒的本性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能夠 繁衍下來的一個功能 是 而且女生真的是需要 像人家不是最早的形容說 什麼一種是瓦斯爐 一個是探爐嘛 瓦斯爐男生就啪啪點招 然後就喔喔 然後他就很像上次 但女生就真的需要一些 你知道嗎 氣氛 情調 挑情 然後想像等等 對 他把很多情愫加進來 對 當然我知道 現在已經就是 退化成男性的我們兩位 對 真的 我們現在不要講 對啦 請問你青春少女時 有沒有也有這些羅曼時過 我覺得我現在今天坐在這邊 是有點那種 性別錯亂的感覺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小時候 那時候在加拿大嘛 像那個徐蕙姐 你手上拿的那些書啊 我發誓喔 我是到長大之後才知道 原來那是情色小說 我小時候一直看那些 我以為是就是給大人看的羅曼史 就是外國式的那種瓊瑤小說 所以你國中高中都沒有看過 完全不知道這種書裡面的講這些 然後後來是因為我 就是喜歡看那個 你知道國外的那個 Cosmopolitan那個雜誌嘛 他最後幾乎都在最後倒數第三頁之類的 他就會寫說 他就會寫說 就有兩頁 然後就直接進入行動 就想說 結果男主角 然後他穿著薄紗什麼什麼 剛踏出什麼 就直接進入 然後他們兩個就直接 就直接來了 然後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 我的天啊 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他最後都會附上說 然後就定了兩年 沒有 他會直接把那個書名列出來 然後封面告訴你是什麼 然後你就直接去找 然後我是因為這樣子 後來有一次我就那個 所以你這種算高材生跳級生 之類的 直接就跳過羅曼史接的 對 然後後來我想說 如果原來用讀的其實是 可以很有看頭很有感覺的 那我就上網找 就你知道網路上也有像那個 有一個網站啊 我個人覺得真的有 等一下 我們進階的時候再聊到這邊 我們還是先聊一下純案 好不好 因為徐玥老師其實那時候也是 偷偷地讀嗎 對啊 事實上你不要以為 像我是讀北一女 大家都以為我們是書呆子學校 其實我們高中的時候 都在看外曼 那時候看的就是翻譯版的 然後我們同學都會去 不好意思的說 其實我在看的時候 也是北一女的同學 介紹給我 為什麼讀中山 然後我有個好朋友 北一女她就說 我在看這個這樣 對啊 然後呢 我們去小說店租的時候 都刻意不敢穿制服去 會覺得說你們也來租這種小說 而且你知道外曼的那種封面畫 都很露骨 是 就女生一定都是胸部很豐滿 然後一定是男女交纏的 這種畫面 那以前的小書出書店 它還會用後紙板封面封起來 你只看得到它的書名 可是你不會看到這個圖片 所以我們還會要翻開來 才看到它的圖片的感覺 所以你要是老主顧 才會知道你這種 真的耶 然後以前學生時代也很窮 我記得中一本的要押金 通常是押學生證 可是你學生證 一拿出來就知道你是某某學校 對 那是說出租店老闆娘都心照不宣 都不會刻意喊你說 書那麼好還來租這種小說 她就想到不知道 對 這當然他們這 我拜託你們是醫師護母的耶 就是到現在我們的工作人員去問 像這些出租書的店 我說到底主流的大宗是幾歲 其實我老闆的回答是什麼你知道 她說幾歲都有喔 國中 國小不知道有沒有 但比較少一點 國中開始高中大學家庭主婦 可能到剛剛講到了更年期 幾乎都有這一塊喔 所以想請問一下那個娜娜就是 是不是她其實有一些角色是固定 公式是固定 會讓女生覺得好開心呢 譬如說男生一定都非常的霸氣 然後她可能就是 第一個高帥夫剛剛已經講過了 然後她可能是總裁 她可能會不能就是整個 現實生活中你比較遇不到那些人 或是伯爵我看過那一分是伯爵 伯爵什麼的 對 但還有那種就是很特別的異生物 或者是說狼人啊然後之類的 異生物 真的真的 騎騎鬼就是啊 我看過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故事 是她是那個男主角她是會變成 對 就是那女主角在那個是去探 好像是做那種田野 就是那種類似像是田野調查 那樣的探險家的角色 但妳知道她的小幕外面 就有一隻很漂亮的黑豹 然後半夜就爬到她的那個房子外面 後來就變成一個非常俊美的男人 對 對 超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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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 小細就是她的自己 她都覺得一切合理 因為好像之前我看到一個新聞說 那個大陸有一個劇 是古裝劇吧 反正就是男主角啦 也是就是被大黑熊攻擊 以至於斷了手臂 後來男主角就殺了這隻熊 把熊的手臂揭在自己手上 但是妳知道嗎 當妳如果進入男女主角的感情 妳就會覺得這好合理 你知道嗎 我們就會覺得還不錯 那另外有那種就是 稍微悲情一點的對不對 對 譬如說可能像格雷的五十道音 也是一個類型 就是說她男主角 其實有曾經受到過一些創傷 所以會讓女主角很想要去 就是保護她 然後聯繫她相關的部分 然後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她對我這麼好或這麼壞 其實是有原因存在的 然後會覺得激起內在的一種 就是我們講這個叫可能一定程度 歧視精神之類 歧視精神保護我們 保護她的 而且還有一種 當然我覺得我無聊好不好 所有女性讀者我無聊 我就會很生氣 在裡面還想要有女性主義說 妳看這跟被包養有什麼差別 妳的車不好把它賣掉 我給妳一部什麼 然後再來奧迪 奧迪 然後還有她那個叫什麼 查理還是什麼那個飛機 查理探狗 查理探狗 我一定讓妳幾十分鐘內就到達 就是男主角一定要經援女生 然後女生居然最恐怖的是 因為剛好跟余美仁討論過 美仁姐她最受不了的一點 她說就是那一點 她說這女主角是個處女 對啊 就是處女才會有這種妳知道 恩仇嗎 身符的感覺啊 對啊 可是龍日子的處女很奇怪耶 因為他們進入狀況都還滿快的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覺得這不能理解的一點 所以但女主角的特徑是什麼呢 娜娜 妳說這本嗎 這個女生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女生 然後像譬如說一般羅曼神女主角 可能有幾個類型 像是富家千金啊 聰明幹練的女強人啊 或者是說笨的女人 就是常常會突然做一些奇怪似的笨女人 或者是說她可能很依賴男生 我們稱之為藍女人 或者是說她會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事很倒楣 然後很倒楣需要被拯救的這樣子 然後激發男主角就是覺得 我怎麼能夠放下 妳這個可憐的小東西的那種狀態 是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美瑤自己這個高中 國中的時候也看吧 是… 有沒有妳特別偏好的類型 故事角色類型 不是 我先回應剛剛各位這樣子 分析人家羅曼神 對不起 真的 這樣就這樣一分析 其實通常大概是國中的時候 我大概一天可以看一本 通常常常的時間 那就是我唸書的時間 對 唸書人家唸社會地理 我就會唸 唸雨萌萌 學的時候就是看那個楊過小龍女的 然後還有羅密有朱莉葉 就這一類的 我一定要國絕或公絕 她真的找到一個荷蘭的公絕 對 簡直跟童話故事沒有兩樣 跟她以前看的羅曼神 沒有兩樣 東國中的時候也看吧 是… 有沒有妳特別偏好的類型 故事角色類型 我先回應剛剛各位這樣子 分析人家羅曼神 對不起 真的 這樣一分析 你這樣一分析 就像男生看的那些 什麼變形金剛 它哪裡合理呢 可是大家看的 還不是學蠻正常 所以就是說我們這邊 真的是代表男生 對不起 OK 我以前看的羅曼神 我是看瓊瑤三廳片 長大的那個世代 所以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 當然後來看了很多 外國的羅曼神 好看的不在畫像 可是妳畢竟記憶最深的 還是瓊瑤阿姨 當妳寫的那些 瓊瑤阿姨寫的那些 妳知道最激動就是 最後到底 比如發現了一個大秘密 或兩個人到底衝突 要不要在一起的時候 妳要知道她的獨白 大概幾乎都是兩頁這樣 對 妳問什麼 我願意問了妳 對 女生自己就拿一本書 在被窩裡哭的那種感覺 對 家事很坎坷 或者是這個 愛上了自己的 碧雲天 我記得 老婆不會生 然後跟那個老婆的妹妹說 她這麼殘酷 然後一開始老公還不願意 是 後來老婆還發現她愛上了自己的 張愛家 對啊 妳也是看三廳片長大 所以我對邱阿姨 我覺得她對我來說 是羅曼神的極致 雖然妳不能跟她 比方說妳不能跟這個 傲慢語偏見比啊 但是對我們的 情感成長期末來說 全阿姨是唯一 這是唯一的 因為上個月我妹妹 我妹妹才小偉一歲嘛 也是中年女子啦 她上個月從加拿大回台灣來 什麼都不指定 就指定要幹什麼呢 幫她去買沖妖小說 買了窗外庭院 深深幾歲 經典 經典 很高信心滿意足地帶回加拿大去 所以到幾歲 我覺得每一個女人心中 都有一個小女孩 純情的那一面 她就是要沖妖的 所以很簡單 其實在我們大腦裡面 就是一個答案 就是妳想要 但沒有得到的時候 是快感最高分的 妳真的反而獲得的時候 妳那個快感就下降了 就像是我們女性常常 有時候去買東西 雪拼一樣的道理 妳看到得到以後 妳反而覺得沒那麼高興 但是那種慾望產生 但是它會讓妳去產生行動力 那個行動力 就是我們大腦裡面 有一個我們常常講的 那種快樂成癮中蘇 那個多巴胺就開始分泌 分泌出來 就開始讓妳會有一種動作出來 那種反而是讓我們快感最高的 真的獲得反而那個就下降了 對 所以 所以我們兩個是不對的 對啊 但是因為我在看葛雷 只要那個男主角一說 妳不要再咬妳的下嘴唇 我就 有了 反而就覺得說 這句話出現250次了 可是... 是女主角聽不見嗎 不要再咬了 OK 可是我跟妳反應是 我跟妳反應不一樣是 他只要一講說 妳不要再咬妳下嘴唇 我就會很想翻白的說 那妳就直接撲上去嘛 對 我們兩個都 就是趕快這樣 沒資格討論羅漫事 我們請問一下那個 徐薇老師 妳當年最喜歡的類型 故事類型會是 超好意思 是 我的偏好非常明確 我一定要伯爵或公爵 這對羅漫史 其他我都不愛 什麼賞金獵人啊 哪都不可以 就是什麼牛仔啊 什麼那種 我都不喜歡 什麼阿拉伯公球球長 我都不愛 一定要伯爵 一定要伯爵 妳穿馬褲的那一種 比較明顯 好明顯喔 是 對 那女主角一定是 然後女主角一定都是屬於 她家教家勢應該很好 可是因為家到中邏 她被迫 然後她 那種小說出現最多 就是Dowry這個字 就是嫁妝 對 那種中午世紀的女人 只要家裡沒有嫁妝給她 她是嫁不出去的 所以她就被迫要到這個伯爵家裡 去當保姆或家教 辦戶 辦戶 對 我就喜歡這種 我每次買的時候 一定翻後面會介紹 只要出現了什麼Duke公爵 買 每一個人必殺關鍵字不一樣 對 娜娜妳是喜歡哪一種類型 個人偏好 我喜歡的類型比較奇怪耶 其實我最難忘的是這個 施樂園 施樂園 對 施樂園 而且是我國中的時候 就是看完了這一排之後 你會開始有一點 對 就是對那種就是 純愛的東西開始感到疲憊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施樂園在台灣 非常熱門 就會知道說 原來這些過了十年之後 會發生這種事 會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會覺得 它是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 它也進階了 對 那妳當年的第一本 或是前三年 應該也是有類型吧 有 但是我前三年的類型是 什麼女巫愛上 地球人 然後 好怪異 對不起 黑豹會變成俊美的男人 是 對 我是少女漫畫路線 那種什麼女巫會來到人的世界 或者是精靈來到人的世界的那一種 對 然後那黑豹變成俊美男人的時候 對 那女卻還很害怕說 為什麼這麼長 然後說 親愛的 那是我的尾巴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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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這個其實真的是我們 女生喔 床頭涼拌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很多人會靠她 度過很多的 就是對於愛情的衝突 但是我也相當程度 因為瞄解 我的擔心還有一種就是喔 很多女生比較走不出幻想的世界 對 以至於她後來的人生 因為我們節目以前曾經訪問過 一個女生 是真的公爵 黃氏 她說那個 她把她的那個畫面 簡直跟童話故事沒有兩樣 跟她以前看的羅曼史沒有兩樣 就是大家穿的是 砰砰裙 在水晶吊燈下旋轉跳舞 這樣子的 我說真的嗎 他曼哈頓奇緣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 他就因此嫁給他 因為他有這樣的身分 就嫁過去才發現 他根本就是有空殼 他根本沒有錢 然後所有家具的錢 他家就空有一個城堡 冷清清 然後那城堡也不能賣 然後他所有裡面的錢 都要他自己付 所以他就覺得他夢碎 這個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如果真的是 為自己的小孩好的話 他一邊看羅曼史 一邊還是要認識 像Ruby這樣的姐姐 你說你對人家夢想的人嗎 所以你比較 你比較那個 兇殘 直接跳 然後比較 對 我會 像我看那個 就是葛雷 我會看葛雷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一個 女性朋友 他就在那邊笑 他另外一個女性朋友說 你知道嗎 我們那天在坐飛機 他整個人就一直在臉紅 然後我說為什麼臉紅 他說因為 他自己就要想辦法 讓自己就是 不要顯現出來 他自己正在看一個就是 情色小說 情色小說 在飛機上 他怕什麼會寫到時候 他就一直覺得 他自己很有感覺 他在看的時候 Oh my God 然後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你到底是什麼書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他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才會去 就是我直接用我那個 電子書來下載 就是三本我都有這樣 然後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為什麼會講說 我有點像偏男人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會覺得非常沒有耐心 因為他到了第七章 第八章才開始有行動 然後我就會覺得 那我前面還要看一堆細節 就比如說要介紹 這個男的背景 他們兩個又怎麼曖昧 然後什麼一大堆的 都會發心調情 對 然後不然就是什麼 喝醉了 然後就那邊打給他 然後他來接他 就是那些所有的過程 我很想要 就是趕快跳過去 所以對我來說 你這個跟男生 看A片快轉戲一樣的 對啊 就是意思是一樣 直接達到重要的過程 對 所以你要說 我喜不喜歡這種 其實我相較之下 所謂羅曼史 我也覺得應該是 像瓊瑤才是羅曼史 這種就是 情色畫面變成文字而已 文字 就這樣子啊 我不會覺得它是羅曼史 但每個人可以各取所需 因為像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的話 就直接到比較 你知道 妳剛剛有說有一些網站比較 對啊 像那個 如果要看文字的網站的話 你知道有一個網站 我也是看那個 就是科夢介紹的 它上面就有寫說 如果說妳想要看一些 比較文字上面 你知道網路上有非常多的 free 就是free style的作家 他們就是自己想要亂寫嘛 然後他們就會 就會把它放在網路上 然後這個網站上面呢 它就會有 你看它這一進去喔 就會有一個女生在這邊 這上面寫 Literotica 這個意思就是 文字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情色的意思 情色 情色 然後妳進去之後 她在這邊還故意寫說 妳要十八歲 妳才能進去喔 當然會進去好不好 然後就進去 當然十八歲 然後她這邊就馬上就寫 Top Stories 你看 Top Sites 然後妳看 好 假如我進去了 她Top Story 大概都什麼樣的題目啊 非常多 比如說她這邊有 Author survivor 她有 contest 她有那種比賽 大概就是2013年大家來比賽寫那個 可是她這個就不會像羅曼史這麼的長 她可能就是兩張 然後直接就馬上進入action這樣 然後她就是 裡面有非常多 比如說處女情節的東西非常多 然後SM情節的也非常多 就跟葛雷的一樣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葛雷這個會非常的 引起大家注意我覺得是因為 好像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真正把SM的情節 寫得這麼的露骨 跟這麼直接 在羅曼史裡面 可是其實在這些網站裡面 他們全部都有 接下來要做的那本書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是這樣子 那個Ruby剛剛講說 網站上有好多這一類的小說 對 其實也有寫得很長的 然後我們也知道 其實葛雷是來自Fan Fiction 就是這群Twilight的謎 因為她看了Twilight裡面的那個Edward 是沒有辦法真的上床的 因為她上床就會有吸血的衝動 所以那是一個禁欲的小說 所以我們說她是一個很YA的Romance 可是這些媽媽們 Twilight Mom們看了以後 不過癮怎麼辦 最早看羅曼史是國中的時候 我們大概一個禮拜 就可以刻一個兩本 看完兩本 三本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幾個女生 封到我們自己寫羅曼史小說 就是老師在上面講課 我覺得很無聊 我就把那個金庸的小說 放在這個大腿上 表面上看起來很認真 實際上心已經飛到那個 可能黃榮郭靖的那個 那個情史裡面去了 這是她的續集 叫Reflected in You 好像在你的身上看到自己 是 對 其實這個書也是一套三選 就是這群Twilight的謎 因為她看了Twilight裡面的那個 Edward是沒有辦法真的上床的 因為她上床就會有吸血的衝動 所以那是一個禁欲的小說 所以我們說她是一個很YA的Romance 可是這些媽媽們 Twilight Mom們看了以後 不過癮怎麼辦 就把Edward跟Bella拉出來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吧 所以才會有Fan Fiction Fan Fiction非常的精彩 那她原來這個書 我記得好像叫 Master of the Universe 這個東西 作者寫完以後 投到出版社 出版社一看 這這麼多人寫 這有什麼好處的 沒想到一個澳洲出版社給她出了 出了以後有電子版 在紐約的貴婦圈傳開了 Kindle已經很方便了 所以每一個貴婦都在跟別人說 你看這好貨 所以呢 到最後 你要知道的是 我們知道這些 一些Romance 多半是像荷林 這種 老牌的Romance出版社出的 我們常常在哪裡看到她 在超市 你不會在真正的 Fan Fiction 一進去看到這些Romance 她可能會有個區 但她不會是主流區 所以 葛雷的出現非常奇特 當這些貴婦傳開 出版界的人進來之後 藍燈書屋 美國非常重要的 六大出版集團的其中一家 她專門出文學的瓶裝書 Vintage 出了這個 所以攻上了紐約時報排行榜 而且一直站在上面 不下來 那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看封面不會覺得 它是一個Romance 上戰小說 對 我一直以為它是上戰小說 所以總裁的領帶 這是葛雷的領帶 是 是喔 是 我一直以為是有個面具 還是什麼東西 我沒有猜錯 後面有面具 那一次把女主角那個 就是手綁起來 還是哪裡綁起來 就是用這個領帶 對 第三集是用手銬嘛 這個東西已經現在變成 美國的一個新的 包裝羅曼式的方式 所以接下來 想推薦的就是這個 你看它的方式是不是很像 對 它不是最大美女 它沒有那麼直接兩個印 這是袖扣 對 你看到非常高癢 袖扣那一本你會翻成什麼 許惟老師 袖扣那一本 你會翻成什麼 書寧要叫什麼 給你 好 應該書寧這樣真的 光 脫光了嘛 把這個書介紹給我的Agent 說有一本 為你而裸你要不要 對 為你而裸 對啊 但我們不會這樣翻 其實這樣翻 就跟她的這個 書封的包裝精神 就被倒了車 對 那我自己覺得這一類的書 對不起 那為你而裸裡面寫什麼呢 很像自嘲 第一個不是處女 不是處女 是兩個旗鼓相當的上班族 對 但男的還是多金高富帥 她這個貝爾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殊的意思 她有兩層意思 對 就是 她是什麼變的嗎 還是 她可以說是 你為她赤裸 但是你也可以說是 把心交出來 對 因為貝爾她除了 她比NUD 那種全裸有不同的含義 就是本來要遮的東西 故意掀開來給你 沒錯 沒錯 那你已經知道這個故事的 主要題材了 我不知道 今天是我第一次看 不過我覺得 她很想拿回家的感覺 學姊妹嗎 學姊妹嗎 她只是商班族 對 你要不要幫你 不是幫你 不是幫你 其實剛剛 也要再介紹這個的時候 這其實是一個 很有性的暗示 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到領結 領帶這些 其實大家可能 有沒有注意到 像Playboy 他那個兔裏 一定有一個領結 為什麼你要把領結 放在兔子上面 為什麼 一般來講男生喜歡用蛇 可是女生會喜歡用兔子 在這樣一個領結 因為兔子 在我們所有的哺乳動物裡面 牠只要去誘導牠 牠就很容易發情之後排 對 情欲很強 可是其他的一些哺乳動物 牠是必須要到牠的動情周期 唯獨兔子例外 所以在領結上面 放在兔子這個地方 本身就是一個 充滿性的圖案 了解 除了那個為你而裸 另外那本是什麼 這是牠的續集 叫Reflected in You 學姊我們再來翻一下 這個應該要怎麼辦呢 這都滿深的 所以感覺光看這書 你會認為它是滿深的 絕對不會像Ruby講的 就Action 沒錯 對 因為在你身上 好像在你的身上看到自己 是 對不對 其實這個書也是一套三本 像葛雷一樣 然後它其實是去年 整個Amazon年度的排行榜 第四名 前三名都是葛雷 那你就知道說 這個整個成為一個新的 出版現象 出版風潮 它有SM情結嗎 它沒有SM SM是葛雷專用這樣 這個其實是一個 是兩個傷痕累累的男女 他們各自都有過去 但是這樣的人可能相愛嗎 對 就講這個 所以不是公爵跟... 沒有公爵了這年代 公爵千萬不要絕種啊 為了徐薇老師 所以其實 是不是應該這樣講 如果我們因為時代的變化 Romance也應該有一點進步的話 沒錯 我們就會看出來 其實它角色的個性 或是我們要求的外型 身材那個一定要的 但是它至少進步到一個 這個不一樣就是 要有一點文學包裝 對不對 有內心系 有內心系 對不對 或是只有動作片 所以其實那個娜娜 也有歸類一些情節嘛 除了男女主角的個性 還有一些情節 對不對 對 就其實 因為來講說 我們在講羅曼石小說 其實台灣的言情小說 裡面有幾個類型 譬如說 像會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說 可能就是 嫁給一個你不喜歡的人 然後或者說有古裝的東西 就是古裝 因為古裝它更成就的 所謂 我可能會嫁取一個 我不喜歡的人 然後在這樣的關係張力之下 呈現出 只追逐真愛之類的 或追逐情欲之類的東西 那其他還有就是說 可能就譬如說 我覺得其實葛雷還滿符合 就是一般羅曼石 六大公司設定就是 第一個 他可能是有平民飛上之頭 變鳳華 是 因為像 笨拙的普通人 第一次見他 進辦公室是疊進去的 真的 對 然後有孤單公子跟王子 某種程度上 葛雷算是一個 就是他的錢 就是他小時候的童年 是青年受傷 是青年受傷的 然後死纏爛打 葛雷是死纏爛打的一個人 他可以隨隨地出現在 你主角旁邊 隨時 很誇張 他有直升機嘛 不是 而且葛雷絕對有另外一個身分 是營養師 營養師 營養師 要問一下 營養師 你幾天沒吃飯嗎 你為什麼不好吃一頓飯 而且很好吃 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營養師女主角都吃不胖 對啊 他都吃不胖 對 如魚眼般落在他平坦的角度 對 對 這一點請修正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像 訓服大男人 那葛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大男人 他會為 他在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有他的原 他有很多原則 但只會為了女主角打破 他自己的原則 那還有就是說 可能比較像我剛剛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奇怪的愛情故事 就是可能跟非人類的人 然後來談戀愛之類 真的特別耶 就是特別好 是 可是像這些其實都是 出現在台灣的 羅曼史裡面 都有包含到就對了 對 對 而且其實當然這個是 製作單位整理了一些 就是羅曼史男主角 一定會有一個特徵喔 就是一定 對不對 這個女生還是希望被救贖 雖然我這麼愛看 史瑞克系列 後來你知道嗎 我還是滿難過的 發現一件事情喔 在那個影 就是影城裡面嘛 史瑞克的專櫃喔 沒有醜公主的娃娃 Fiona 沒有她 沒有胖的 是喔 他也是有瘦公主的娃娃 對 剛剛史瑞克是有多高興 我覺得他打破了所有 這個過去公主王子 誰被救誰 甚至是公主來救史瑞克 對不對 然後還可以催眼鏡蛇 變一個氣球啊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裡面你看改寫了多少 傳統角色的典型 結果羅曼史 又讓我們重新疊回去了 那當然 當然這個還有就是說 男主角永遠不會死 這應該是超人啦 對 然後不管男主角是不是觸男 但性技巧一定非常高 對 長大以後比較不浪漫 不過小時候 就是情竇出開 我覺得就會 難免就會想要找一些浪漫的 就是版本 因為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是你知道少女都情竇出開 然後萌 就是萌萌懂懂 然後很想要知道 就是有點想要 偷糖進國的感覺 我覺得女生他其實是一個訓獸師 他可以教你的野獸 怎麼樣運用來救死瑞克 對不對 然後還可以催眼鏡蛇 變一個氣球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裡面你看 改寫了多少傳統角色的典型 結果羅曼史 又讓我們重新疊回去了 那當然 當然這個還有就是說 男主角永遠不會死 這應該是超人啦 對 然後不管男主角是不是觸男 但性技巧一定非常高 對 一定的 是一定要的嘛 一定要啊 你不能看怎麼辦 寫要一個性無能的男生 男生是女生交男生嗎 那很不合理啊 那個可能也就是 不符合徐薇老師的想像 對 沒錯 有 我曾經看過一個 封面看起來也不錯 結果裡面的女人 既然是 怎麼樣 我就不高興啊 什麼 你的地人是寡婦 為什麼 寡婦 而且還帶著一個孩子 那為什麼妳不高興呢 這就是命運啊 男生好像會這樣啊 就不符合我心中 我喜歡那個公事 很愛的公事 因為寡婦 這女 而且還是俏寡婦 就是說她的命不好 跟我兩個人 就帶一個孩子 後來男主角來拯救她 而且男主角是我 討厭的牛仔戲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不能時間 太趕爛來 牛仔不能拯救寡婦 這是她的死穴對不對 我大概挑一挑 我知道徐薇老師 應該是不會挑這一本了 這本叫 倒追新娘 女生主動 妳應該不喜歡 妳不喜歡 對不對 那如果她醉是公爵 不可以吧 穿越時光愛上妳的劇情嗎 穿越劇不愛 穿越劇不愛 那情婦不好養呢 破壞了道德觀對不對 妳不能忍受這種 是不是 書名好讚喔 那訓壽師與刁蠻女 是貝勒爺嗎 不是 不知道 對 感覺是林志穎 古裝的 古裝版的林志穎 對 古裝我還是喜歡西方的古裝 可是她有穿馬褲耶 她是騎馬 是 所以其實剛剛這個 忘了問一下美妖 妳自己除了窮瑤姐的作品 妳有沒有偏好像徐薇老師 這種幾個身分的類型 或是 我喜歡有陰暗過去的男女主角 真的耶 對耶 其實葛雷也是 葛雷也是 這招我非常 好像這樣就會增加深度 當然 增加了非常多 你看裡面的SM 一點都不可怕 那裡面的SM 你覺得 你替男主角覺得可憐 因為他需要透過這個 讓對方不要進入他的內心 這不是讓SM這件事情 變得好像特別有深度了嗎 以前聽到SM會很害怕 就手銬啊 蠟燭啊 下皮筋啊 可是在這一次 我看到的這個SM的過程裡面 你看到只有男主角的痛苦 跟他不能 其實 其實我覺得那個SM不會那麼恐怖的原因 是因為葛雷那麼帥 如果是另外的男 你就覺得他就是變態啊 那其實就是 對啊 他的SM是有合約的嘛 對 就是我 我到什麼程度不行 你要說哪有這種SM的 對啊 這是控制力非常高的SM 對 而且就像你剛剛講的 外表還是很重要 對啊 一切都是跟外表有關啊 精神武跟納鬥嘛 對 都是不是 對不對 那都來做葛雷的事情 對 叫什麼 對 所以其實這個 是不是喔 我們今天其實聊這一集 除了讓女人自己能夠 互相交流之外 男性是不是在看到這一集的時候 我們如何把這樣子 對女生的一個了解 能夠把它應用在夫妻性生活上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回到現實 我剛剛聽了這麼多 我們的專家在講 我真的會很高興 因為我們的生意會越來越好 因為呢 現實那幻想它就是有區別的 幸好呢像徐薇老師這種 這麼理性的人不太多 這樣子 OK 好 那就回到我們現實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是可以運用的 這樣子 因為我會覺得說 尤其我們到了主婦階段 首女階段的時候 你會覺得人生已經走過 那麼多過程嘛 那你總是有一些 要激起一些火花 我覺得這是必要 是在夫妻關係裡面 一定必要存在 要不然的話 你勢必 你沒有辦法去買單 後面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危機出來 對 大家要知道 男生呢 因為越年紀越大的時候 她瘦性會越明顯 也就是她家也沒有道德 沒有理性那一部分 但她的體力能符合她的瘦性 當然啦 99層這個很重要 其實我們還是回歸到一個 正常的一個生理狀態之下 99層花表 你去評估一下你的親密伴侶 現在幾歲嘛 40幾歲的話 4936嘛 三週六 是一週平均兩次 你算得出來嗎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要去想想看 她跑到哪裡去了 我們最好想像就DIY解決掉了嘛 這樣子 但她為什麼不用到你身上 還可以回春嘛 你要知道其實在性愛過程裡面 不但我們大腦是一個有氧的一個 到處充滿血流量的一種活動之外 最重要它會讓我們 會感覺到沒有痛苦的存在 這是愛的最高點 因為這個很清楚告訴我們 在大腦裡面 我們在有愛的時候 我們的同理性會越來越強 越來越想 那個我們愛的最高點 不是在於愛選那一部分 而是在於共鳴 共鳴那一部分 也就是說為什麼羅曼石 他會這麼的 會這麼的受歡迎 因為他有一種共鳴性 把我覺得想像的東西 把它用文字敘述出來 所以他有他的市場空間存在 那樣子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女生 相對來講 我還是覺得女生 他其實是一個訓授師 他可以教你的野獸 怎麼樣運用這些技巧 我相信男生是很願意配合的 因為男生呢 通常一般來講 血流量衝起來的時候 他是抱不到 他鬧子 他只會往下流 這樣子 所以其實以後我們夫妻的 標準配備就是說呢 勞工旁邊可能就是電腦 他可以直接上網站 或是一個圖這樣子 那太太這一邊就是羅曼石 差不多太太讀到五十頁的時候 你再去看圖片 這樣Painful比較合得起來 你不要太太才剛翻開 你就要 你就想要上去 等一下啦 還沒有進入劇情 所以其實這個會是 增進夫妻情緒很好用的工具 我們也期待更多的這個 我覺得其實如果文字功力很高 很好的作家 能夠進入這個情色小說的部分 其實何嘗不是對婦女一大福音 老婆開心大家也很高興 所以好不好 記得公爵系列 絕對不能斷喔 好 為了十位老師 好 再一次